原标题 国家防总防御台风卡鲁月穷敏食于万群众提前安全转移 10月15日 澎湃新闻 www.sprepare CN 从国家防总或西受卡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今明两日 华南、江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 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海南南渡江、万全河、广东墨洋江、建江、广西清江 福建清江、九龙江、浙江、咸堂江、瑶江及太湖周边河网地区等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 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超紧 今年第20号台风卡55日12时中心位于广东徐文边东方向约39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 风力14级42米每秒 7、10、12级风圈半径380、120 60公里预计卡鲁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 将于16日凌晨到上午在广东湛江到海南文昌一带沿海登陆 有关省区防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重要批示精神 按照国家防总异地视频会议部数迅速行动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御工作 广东省防止于14日19时将防讯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派出四个独岁派出四个独岛组赶附基层一线检查督岛 提前向湛江预制了20台卫星电话 发布预警信息3847万条 全省有18477艘渔船回港避风 渔排作业人员6971人撤离上岸 海南整防止于14日22时将防讯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全省有24272艘渔船回港避风 转移渔排人员57764人 危险区域人员61412人 浙江省防止提前发出通知 派出两个检查组吩咐台州宁波等地检查 福建省防止13日上午召开视频会部署 并于12时启动防讯防台风4 急应急响应 全省17152艘渔船回港避风 转移渔排人员28691 危险区域人员4041人 广西防止14日18时启动防讯防台风4 急应急响应江苏江西安徽等省都按照防讯防台风预案加强应急职守 汉汉汇商研判细化落实防讯防台风各项措施 责任编辑刘光博